高端疫苗17号上午举行股东会 过程大约一个小时 业者更在会中对股民信心喊话 高端疫苗第一波将供应61万剂 指挥中心开放36岁以上民众接种 截至16号傍晚 预约高端疫苗有30.2万人 但专家仍然对高端的 中和抗体平均效价有疑虑 抗体的效价竟然差到了13倍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可现高端它本身这个数据 的可信度是相当存疑的 根据高端试验结果 投稿国外期刊 受试者一期中和抗体 平均效价是52 二期换了实验室 中和抗体平均效价变成662.31 比第一期多了13倍 而且上周公开的高端疫苗说明书 还提到可提供的保护效期不明 仍需由进行中临床试验 进一步确定 而且对年长者有共病者 以及艾滋病患者的 中和抗体效价较低 台大公卫学院兼任教授金传春 更针对高端医危审查提出质疑 未曾感染 受试者的年龄性别组成 Delta病毒中和能力 以及不略性试验的写清样本 如何选取 你觉得有比较大的机会 会感染到Delta变种病毒 那因为高端的疫苗 目前为止 它并没有这样子的数据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可能可以先选择别的疫苗 选择语音信箱 多声后开始击飞 倒数7天即将开打 但专家提出争议点 再度引发疑虑 记者致电高端疫苗 副总李思贤 但在新闻播出之前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记者陈震宝 王一仲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